我們公司是傑羅系統國分有限公司 那創業其實最大的第一個原因是不得已 因為上一代人創造出來一個環境 現在已經漸漸的被用完了 因為我們是從一個大公司的工程師出來 所以我們的技術能力都非常強 這是基本要件 那我用我的技術能力可以做很多事情 做這些勞力的事情就會讓我有些收入 那這些收入可以支撐我做一些我想做的東西 你會比較想做的東西 你會有比較長的時間可以等待那個機會 然後去把這個市場把這個產品看好 假設我就是當中某年輕的時候 那為什麼我不在30歲的時候20歲的時候出來 那現在我已經40歲了為什麼我還不出來 那將來20年後下一個張中某在哪裡 為什麼你們這些人都不出來 為什麼我不是我的老闆年輕的時候 我覺得我現在眼裡只有分三種人 一個叫工程師 一個是商科的就是看商業機會 然後可以去做一些商業談判 然後可以去認識很多人這種人 然後再一個就是金主 這三類的人必須要在創業的時候 你這三種人 你最少也要有兩種 然後還要想盡辦法去找其第三種 那這是我覺得是在創業的時候最困難的地方 所以工程上要用的東西都很簡單 只要你很有耐心的去把它學會 如果你是大學畢業 你要學的就是 怎麼樣很認真的坐在書桌上 把一個topic從頭到尾看完 那我覺得學校大部分在訓練這件事情 那如果你是研究所的學生 你必須要對一個題目 我已經給你這個題目 你要自己去蒐集資料 把這些資料全部看完 那如果你是博士班學生 你要自己告訴我 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 到底需要這個題目應該定成什麼 然後去解決它 那等你到業界之後 像我們是工程師 那你就必須要任何問題到你手上 你都要知道我怎麼去處理怎麼解決 那你必須要去蒐集所有 你能夠蒐集到的資源 然後去把它消化 然後去把它應用出來 你往後看十年 你很難想像說 十年後還有人在那邊推東西 或是路上這些還是有人開著這種車 那不管怎樣十年或是二十年 未來整個世界應該都會有非常非常多的 這種自動移載的機器人 這個市場太大太大了 大到幾乎沒有辦法想像 也就是說你十年二十年後 你現在看到的載具 應該都是路上 包含你可能叫個火 有一個無人車送來 打開來就是你 你剛兩個小時前買個貨 到這種程度 那運輸載具需要非常非常非常多 我們為什麼不再提前 在現在開始 往這個這麼大的市場先走一步 機器人這邊 我們想要做的是 比較複雜的機器人 那可是現在 現階段我們資源沒有那麼多 我們先做的是一個 就是運載運輸的機器人 其實這個技術包含無人車 或是一些工廠的 無人運載 這些都會用得到 這些現在做的最商業化最成功 應該是歐姆龍 他們也面臨說 這個東西太客製化了 就每一個工廠要的東西都不一樣 歐姆龍的做法就是 我做一個標準產品 然後全世界到處去推 那我們 我們沒有辦法這樣做 因為他已經這樣做 所以我們現在做的 會比較偏向說 我們把東西做到 目前還比較偏客製化 就等於說你開你要的東西 然後我們把你要的東西做給你 那可是我們現在 Focus的市場 是工廠廠 晶圓廠 這些做標準載序的廠商 那他們會有個共通的 使用這個運輸載序的方式 那這就是我們的機會 一個運輸的機器人 一個裡面一定有馬達嘛 然後裡面一定有電池 然後一個控制核心的電腦 那我們基本上裡面一些小的板子 其他的控制板 我們都自己做 那所以裡面真正 將來不能自己做的 可能還有 Sensor 感測器 雷射 LIDAR 光打 然後一個是 立體視覺攝影機 這個會是將來大量的關鍵 那近期能夠大量的關鍵 一個在電池 一個就在光打 我們講的電池就是PAC 就組裝廠 就是把一顆一顆小小的Sale的電池 把它組裝成一個電池 那這個在台灣有做 那電池本身已經沒有了 應該是在中國 那特斯拉什麼 其實他們都在中國做了 說我們現在從哪邊進入會比較容易 第一個當然就是 他的運輸這個東西需要比較高的成本 的地方 比如說 假設 那個 核能電廠 我跟你講 他可能那個地方 根本就不能讓人進去 這個最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一些 當然就比較有錢的廠商 半料理廠 那 然後再來是 可能是醫療 醫療可能是第二個 然後 最後最後最後可能是在 在一個場域裡面的無人巴士 無人巴士這塊也是很 我覺得在台灣可以 真的可以自己做的 一塊很大的市場